大家好, 又是攝影一周, 今天又有Gill Sir, 我和Heidi, 很久沒有這樣的組合, 我們的組合經常都調一下, 不過最近三個人的組合比較少, 不阻礙大家那麼多時間, 今天就有一個厲害的東西發生, 這部也很貴, 這部就是Sony無反的真正頂級,Alpha 1, 他用Alpha這個名字不是用A的, 有些人讀A,總之好像A字是Alpha, 這部也不是用A7的系列, 你知道之前是9, 9的2都出了, 但是是一部快機, 但就是低一點像素, 高像素就要7R, 7R3, 7R4, 高像素就沒有那麼快, 要不然就做影片的, 就是S, S3, 都很貴的, 只有1200萬像, 但是就是黑夜之神, 這部就神奇了, 現在出來的標誌, 我覺得它好像很定, 但是我覺得隨時都會有改的, 但是它就是5,000萬像, 30個FPS, 又有8K的影像, 那它即是王者降臨, 衝著R5, 是的, 即是將R5都, 都想套它了, 但是問題是, R5便宜它很多, 定價真的很正常, 它的定價是5萬的定價, 所以你要自己的FPS一定跟隨的, 是5萬, 5萬0700, 現在暫時就說, 美金是6500元美金, 所以呢, 即隨時呢, 我覺得這些SPEC, 和這些價錢, 是不是定了呢, 真是現在都, 但是它是官方已經出了條片, 諸如此類, 都寫了一些東西, 所以又好像挺定的, 但是這個SPEC, 就是真是現在無反的最頂頂頂級, 因為快又是最高速度, 那個數象, 嘩, 大佬, 五千萬, 即是雖然有6千萬, 但是一億那些很少, 一億那些貴速的, 就不會三, 30個FPS, 還要8K的錄影, 即是, 所有看的SPEC, 都是頂頂頂級的, 即是說, 是沒有一個, 呃, 即是沒有一個缺點, 被你數到出來的, 但是不知道, 不會過熱, 8K如果是30P, 甚至乎4K的120P, 那些, 都不知道錄影多久, 會不會, 諸如此類, 不知道, 但是它現在是頂級的價錢, 即是, 如果跟這個R5比, R5就很划算, 很划算, 又算是很棒, 一半價錢, 即是R5, 對, 沒錯, 幾乎一部兩部, 那, 暫時未知, 它很多東西都頂級, 連EEF, 都是OLED的, 240, 900幾萬點, 諸如此類, 機身防震, 所有東西都是超級頂級的, 但是呢, 這架, Sony A1, Alpha 1, 也好, A1也好, 但是, 總之就是最貴價錢的一架, 一架, 一架無反, 那, 沒有真機, 什麼都沒有的, 但是, 這些SPEC, 就是Sony官方出的, 就不是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很多東西都是Voomar, Voomar, 就可能錯了, 官方的東西都可以改的, 但是呢, 應該是叫做, 都幾確定的, 那, 所以呢, 這架就是, 剛剛這兩三天, 最,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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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 的機能, Sony Fan 就要儲定自己, 是啊, 還未加鏡, 我當它, 鏡就很多都有的, 不用加的, 鏡, 鏡就很多都有的, 那, 但是呢, 真的這架呢, 就是Sony的, 超級頂級了, 因為現在市面上, 無論是拍照啦, 無論是拍影片啦, 的頂級配置, 在一部, 這部機裡面, 一部E-mount的機裡面, 2021年, 各大相機商, 都整部頂級機出來, 差異了, 是啊, 還有, 他們已經是, 因為, 嗯, 開始真是淘汰了單反, 不會再出頂級的單反, 不會的, 現在是頂級的無反, 的, 出的了,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 Nikon, 或者是Canon, 他們好像還有一個頂級還未出的, 是呀, 是呀, 那個Z7II, 又不是頂級的, 所以呢, 但是, 這架呢, 肯定是Sony的第一個出頂級啦, 那, 看一下啦, 看一下Canon, 和, 這個Nikon, 怎樣出頂級啦, 可能還未會有, 看看你怎樣頂, 是呀, 那, 那今天呢, 我除了講這個, 厲害之外呢, 就是這麽上下啦, 好啦, 那我給人, 都給人很多, 很多期待, 去花錢啦, 那麽機會? 那麽是, 那麽一定啦, 是啊, 洗清你的袋子為止, 今年的, 不能旅行, 上半年應該都比較問水, 都問水, 但是現在你下半年呢, 其實呢, 是看那些疫苗得不得咯, 就是我覺得防疫呢, 就已經崩潰的了, 就是人人都, 就是個個都覺得防不了的, 其實, 那但是如果那些疫苗得呢, 那下半年都還有希望的, 那些機器, 做好些練習先, 那Heidi好像說, 你今天呢, 想和我們講一下, 這個機場的問題, 我剛剛講開防疫, 是啊, 就是大家, 其實呢, 有可能半年一年, 都沒有再去旅行, 那已經忘記了, 香港有機場的嗎? 機場都不能進入的, 好像, 是啊, 曾經是應該, 2019年12月, 開始封機場的嘛, 如果還沒記錯的話, 那進去呢, 那不是方, 就是一定要有機票, 是啊, 不可以送機的了, 送機, 接機都不行的嘛, 是啊, 我也是, 明稱是那個, 那個 information的, 那這次, 剛剛好呢, 有特別, 一定要去機場送機, 那大家都是在想著, 用什麼方法, 可以偷運自己進去, 可以進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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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進去機場就不知道的, 好像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我全查了, 那這就是passport, 那開車呢, 當然是開車去P4, 在富豪那裏, 因為P1, P2呢, 是完全看到它刺激的, 經過有些怕的, 不知道那裏的門, 是否封了, 遲不到進去呢, 那富豪酒店的入口呢, 基本上呢, 我比較熟一些, 那大家看一些照片, 進去呢, 看到富豪酒店的門, 全部刺激的, 完全沒有車的, 那進去, 完全沒有人理你, 那些secure呢, 又沒有, 問它可不可以進去, 打算跟它, 我們講機場那個, 進去送機, 就是由富豪酒店的天橋, 走進去機場那個, 是啊, 通常有個閘在那裏, 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可能機場, 其實真的都沒有人, 其實就不用了, 那進去看一看, 那我都拍了一張手機照片, 那看回那個波, 其實都要幾十部機, 那裏面的店舖, 基本上95個percent, 或者98個percent, 甚至那個exchange那些店舖, 都沒有開的, 沒有開的, 外面有什麼開了呢, 麥當勞, 吃那些, 吃都沒有開的, 美心酒樓沒有開, 麥當勞, 還有一間是快餐, 美心快餐, 即是客廳一樣, 機場的staff都要吃的, staff吃的, 那大家很上進, 就是一間, 是澳門的手信, 有什麼櫃機啊, 那間他開了, 其他所有的書局, 萬寧, 封閘, 全部都沒有開的, 你們可以看到, 清潔都不見, 要清潔, 反而見到一個機械人哥哥, 小朋友在周圍在清潔地下,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不用爭的, 進去, 全部的staff多個遊客, 根本不見什麼人進去, 不過現在都沒有事沒有過, 都不會走進去, 所以呢, Heidi就告訴我們, 其實現在是可以送機的, 不過你進去裡面,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 它裡面由於乘飛機不多, 那些confirm的消息就是, 你裡面的窗戶, 那些巴士, 那些叫什麼, 那些, 是不是火車, 那些, 那間由, 由Terminal, 溫去, 去, 四十六十閘口, 沒有了, 沒有了, 全部都不開了, 自己走, 那全部自己走, 慢慢走, 你那些店舖, 什麼都不開了, 你自己遞定些東西, 是的, 那希望, 好快好易, 就是開回來, 我們大家要去旅行, 是的, 沒錯, 好了, 那機場講完了, Heidi還有些什麼要說? 你先說吧, 我先說吧, 你好東西, 好, 我先說吧, 不要啦, 今次呢, 一月, 是, 每年我都是三月份, 開我的, 花花幼稚園, 攝影班, 那這個呢, 為什麼每年三月開呢, 就是, 我這個為期, 就有, 一年, 那他有, 九次外影, 加四堂, 這個課堂的, 那四堂課堂,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 第一堂就是課程那個簡介, 講一下那個課程要怎樣操作啊, 成這樣, 跟著其餘的三堂課堂, 就是, 我們每三次外影, 我們就分為一個段落, 就將那個三次外影, 就要求那些學員交功課, 就給我去看一下, 他做成怎樣啊, 成這樣, 那就總共有三, 就是分了為三期, 那就, 那四堂課堂,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問, 為什麼我以為你花花影花, 為什麼要一年啊, 其實呢, 很簡單一樣東西, 我是想將一個, 從頭到尾, 影花要由最初要注重什麼, 直至到去培訓那些學員呢, 是有一種叫做思維性創作上面的東西, 所以呢, 這九堂那個攝影外影課呢, 我是分很清楚的, 就是頭四課呢, 就是很基本的操作, 影花最基本頭四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當然是, 景深的控制的了, 因為影花呢, 我們對景深的要求呢, 是要很嚴格的, 因為, 不可能堆堆的清的, 也不可能堆堆的蒙, 究竟哪堆的清, 哪些蒙, 哪些清,哪些蒙, 我們要懂得去取捨, 去拿鏈, 那要靠什麼呢, 就靠你控制的景深, 第二个就是光影,光影即是用光投射到植物上, 你怎样去影哪一部份呢, 那就是光影,那就是比较容易, 第三和第四堂就是影花的必然绝技, Andy Sir和我都讲了, 为何那些机器无双重曝光, 就是为何我们会断了鼻呢, 因为原来在影花上你懂得用多重曝, 你就玩了很多东西, 那第三、第四堂我就介绍不同的多重曝光, 这个是基本的, 那后来五堂就是每一堂会设计一个独特的主题, 给那些学员去训练他们, 去影每一种植物或者每一样东西, 他有一个主题给他们发挥, 去给他们衣柜, 那这些属于一些创造性和意境性上面的东西。 例如去年, 他就有蒙龙, 蒙龙即是景深, 有商涌, 商涌就是说那些, 你怎样去拍那两个主角, 是怎样达到一个商涌的境界, 那就是光影, 光影是容易了解一点, 那还有俗水和瑶艺, 那俗水就是双重曝光, 就是移位曝光, 那这些就是上年的, 那麽姜sir经常都有些新东西的, 那就是讲一点给大家听一下, 那些人都很浪漫, 他一听, 是啊, 没错, 不是, 拍花就是浪漫的, 我是要教导那些学员, 不是说, 硬打硬, 就是你见到什么就拍什么, 不是的, 你要去用你的心, 去将它怎样拍到一些, 给人家感觉到, 这个是你经过你, 加了你自己的技术, 加上你的心思, 去再加上一些摄影的技法, 去造成的效果出来, 那今次我带来的照片, 不是我拍的, 是同学拍的, 是同学拍的, 全部是同学拍的, 所以, 我们这些同学的水准很高的, 那我们后来呢, 都会将一些照片放在, 后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还有不屈, 还有迷茫, 真是很有意境啊, 那些名字真的很漂亮啊, 是啊, 是谈梦啊, 是啊, 是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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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贴题就可以嘛, 不贴题, 还给你一个题目, 刚刚先了, 那就是给你一个题目, 给你一个题目, 还有给当时得令的花, 叫你拍这个花, 所以一定要一年, 要啊, 真的要啊, 很贵, 因为, 以Andy Sir那么浅见, 还以为是四季花, 穿季拍的那些, 那这些是再BB班一点的东西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在这段影片的后面呢, 就摆了一些, 摆了一些同学作品, 摆了一些同学作品,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那个, 赵森的poster, 赵森的poster, 我其实已经是, 第一班已经满了, 是啊, 这个是B班, A班已经爆了, 那就是因为多人, 所以, 哎呀, Gill Sir开B班, 要报名的同学快收, 要报名要快了, 因为你不报呢, 就2022年再见了, 就没有了, 是啊, 所以整个年中, 也有些人说这些, 已经太迟了, 所以要报名要快了, OK, Hidy, 你好像还有, 其他地方带我们去的, 对吗? 是啊, 是啊, 因为我都是周围走啦, 那最近, 有一个打卡位呢, 应该很多朋友仔, 已经自己有可能都去过啦, 那今次呢, 我就主要是, 兜一圈给一些资料给大家啦, 就看一下大家, 到时呢, 天气好点啦, 还有它现在就有少少装修感, 哦, 在装修感? 是啊, 那这个地铁站出来, 那这里呢, 叫个名字很好听的, 叫Art Lane的, Art Lane啊, 就是艾里方, 哦, 哦, 西营盆那个, 西营盆站, 是不是西营盆站? 是啊, 西营盆站, 就是B3出口啦, B3出口, 它的指示, 在地铁里面很清楚, 就是很, 今次是有少少surprise的, 它之前呢, 指着个位置, 告诉你, 有走九分钟, 很少有, 它的位置上面, 指着走九分钟, 然后, 就过一阵, 告诉你, 走五分钟, 因为那个路程, 比较长, 有可能走出去, 我觉得好像地上, 当然, 都是天上, 那个路程很高啊, 不是啊, 因为西营盆那边, 是一级级上去, 是啊, 上半山啊, 是啊, 第一阶, 第二阶, 一直上去, 那这个地方呢, 一出到你的地铁站, B3出口, 地铁站, 左边就有一幅最出名的那幅, 已经是叫做, 应该是神使壁画来的, 它其实是政府呢, 请了, 应该是, 如果还没记错, 九位, 香港和外国的那些, 艺术家呢, 一起呢, 是创作, 你的那些旧楼, 外面呢, 就会画一些画, 那给它一个, 变成一个, 很有艺术的地方, 那除了, 荷里胡道之外呢, 这里就是, 给大家多一个打卡位, 那我看到有些朋友呢, 其实, 天气好的时候, 好像Gilson说, 拍这些都属于花花草草的那些画, 有光就行了, 都是有光才漂亮的, 有光在那里, 没有光就不要去了, 是啊, 灰灰暗暗一点, 色不起的, 是啊, 那做那些衣服呢, 自己去打卡, 我看到很多美女去打卡的, 很多人打卡还是 bondanne, 很多文清打卡位的 那我这次 我主要呢, 就并不是说一些瑕零, 而是给大家一些位置, 有一个机会去打一打卡, 介绍一些深的地方, 那么就, 这边方便啦 又, 地铁去到了, 那么, 也 foundation彩虹现在, 很多食肆的地方, 你 toda visit metpleло sometimes, 又规范一下东西吃, 是吧、 不过, 就要聂记大家, 其实看来很幸運, 上面, 因为她的山福就是最有名的那个山福, 很大型的。 有個女生正在飛的 另外荷里戶有些畫在那裡 你如果好彩的話 你就可以拍到它 不好彩 像我這次去 它有一幅正在裝修 有兩幅就有一些不知怎樣的 那些人就拍了兩輛車在那裡 拍了那幅畫在前面 看見到你根本就遮光了 最美的兩幅 這是一次次的 很難說 它那個彩虹樓梯是很美的 怎麼拍都漂亮的 有光沒有光都漂亮的 那你可以用Maguser的方法重步也行 哇 這些玩重步好玩 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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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可以將幾個東西overladen 沒錯 如果你有的沒有的都可以做 你的思維夠了 就像不同的景色搭在一起 這樣 哇 會創造的功效 其實它這些位置很小而已 不是這麼大的位置 所以你就慢慢 其實那個位置 我想如果你真的很急地走 十分鐘就走光了 就不像荷里胡道 它很難去找一些位置 這裏全部都集中在那裏的 那是一個好的地方 是 這樣容易領一些 是啊 是很容易的 那我們上都會發掘一些新的美的 給大家去打卡 沒錯 容易走 容易到 不是說要走到 就是死下死下 死下死下的 才能到達到 這些就不好了 這些就 這是一個很好的介紹 尤其是可以這些初級的影友 一去到就可以有 都挺大 都挺多東西可以拍的 我看到你這裏都十幾幅了 都不錯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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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一點 它還要有很多幅 還沒畫的 還沒畫得完的 那應該還要很多 可能會越來越多 是的 越來越多 如果再遲一點去就越來越多 是的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了是不是 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記得 記得報名啊 是啊 記得like啊 是啊 我們都到年尾了 差不多新年快樂的了 還有一點點 還有兩個星期 這就是牛年吧 是啊 牛年 好 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